Hey guys! What's up everybody! 這個是哥倫布 發音 酷 每個英文老師都會遇到一個很頭痛的問題就是 如何翻譯這個詞 孝順 這個詞是一個華人文化的一個詞 是一個儒家思想的一個詞 所以西方國家本來就不會用到這個詞 但是問題來了 你可能會想 欸?那西方國家的人就不會孝順父母嗎? 怎麼可能? 所以今天我就會給你我對整個問題的想法 今天我會教你如何用英文說 孝順 說塗照 And we are starting right now 我們先把孝順這兩個字拆開 我們先放這邊 那 regarding孝這個詞呢 華人的地區都會把孝父母當作一個美德 不過西方的教育呢 很重視小朋友的那個自尊心 小朋友的那個個人主義 所以在西方國家呢 孝不算是一個美德 所以就不用多說了 我們把它拿掉 然後把這個拿回來 外國人會有孝心嗎? 我爬文的時候看到很多人說 歐外國就是沒有孝啊 但是這也不正確 like they're not monsters right? 我自己覺得呢 孝是有幾個不同的層面的 最表面的就是尊重父母 尊敬父母 還有感謝父母 那如果你說這個方面的話呢 外國絕對是有的喔 外國人也常常會說什麼 respecting your parents right? honoring your parents being thankful for what your parents have done for you 這些呢外國人常常說的啦 不過比較深的一個層面呢就是 孝是你對父母的一個義務 是你對他們的一個比較天敬地義的一個責任 甚至可以說是你欠父母的一種債 對於這個的話呢 我覺得一般來說西方國家的家庭呢 是沒有的 西方國家呢不會你生了一個baby之後 就覺得那個baby是有義務去照顧你 或者是需要給你那個消親費 however 雖然我是這樣說 但是我覺得最後呢這個還是要看 可能每個家庭的不同的價值觀 還有要看個人啦 所以如果是這個的話呢 我們還是把它畫上一個問號好了 最後一個層面呢我覺得是 校是你對社會的一個責任 校是和諧社會的一個資助 至於這個層面呢 西方國家就真的 絕對 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呢 如果你把校拆開成不同的層面呢 西方國家呢是有一些方面是有的 有些方面是沒有的 但是我覺得另外呢 可能西方國家呢就是 沒有說校那麼複雜的東西 他們只有一個字來帶過的就是 就是 love 如果你去問一個英文老師 孝順是什麼呢 他應該會給你這個答案就是 philio philio呢是家長跟孩子們的關係 然後piety呢是 崇敬 敬畏 所以philio piety這個翻譯呢 是很精準很正確的 不過不過不過這個詞呢有點太學術了 外國人呢 除非他們很喜歡研究華人文化之類的 不然的話呢 他們會沒有看過這個字的 所以我比較建議你們用 Chinese parental respect這個詞 這個詞呢不是一個直接的翻譯 但是呢我覺得 這個可以讓外國人比較懂 孝順的那個感覺 主要是因為有Chinese這個詞 所以外國人比較會懂 這個是一個文化的概念 那另外呢 如果你很簡單的 只想用孝順當作一個形容詞的話 比如說 我很孝順 他很孝順呢 It's very simple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用good son 或者good daughter so 男生很孝順 he is a good son 女生很孝順 she is a good daughter 他不孝順父母 he is not a good son he is a bad son 我需要多孝順父母 I need to be a better son 或者孝順的行為呢 你可以說 my duties as a son 或者my duties as a daughter but guys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for today so let's dance Alright guys we are finished 下個禮拜呢 我會叫你 博弈考試 高分的秘訣 如果你不想錯過的話呢 就幫我 按讚 然後 wow wow hey 訂閱 我每禮拜一的晚上9點09分呢 都會有新影片的 然後 如果大家想學會英文發音呢 可以來我的網站喔 columbus.cool 裡面呢 有我自己研發的一套 你們一直想學到的英文發音課程 Hey guys That's it for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next Monday HU HU